好,我们这里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ETF 那事实上ETF是一个缩写 那它原始的这个英文应该是叫做Exchange Traded Funds 那叫做指数型基金 那顾名思义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是属于基金的一种 但事实上它又与传统的共同基金不太相似 那因为共同基金它最主要的一些 我们说选股是由基金经理人来主动选股的 然后主动进行操作 那所以如果说当一个操盘人的能力比较差的时候 那那支基金的绩效可能就会不是太好 那如果一个操盘人的操盘功力很高的话 那就可能会比这个大盘指数还好 所以它每一支共同基金它的绩效是会有差距的 但是ETF不太一样 它这个基金它最主要是追踪指数表现为目的 就是说它希望说一个大盘指数 一天这个上涨是2%的话 那这个ETF它就是会贴近2%这样子 那像这个台湾50指数 事实上它就是一档ETF 那这个台湾50指数呢 它是由这个在证交所挂牌买卖上市股票中所选出来的 那标准是市值排名前50名的股票 所以当你去买卖这样的一个台湾50指数的时候 你就等于说投资了50档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你买的是ETF的话 在这个风险分散上面会得到一个蛮不错的效果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